最近两年老挖一直在电影镜头领域发力 而结合之前就广受好评的老挖微距系列镜头的优势 这次推出的两倍微距电影镜头 可谓是老挖产品线上极具重量性的产品 一支是全画幅的100mmT2.9 拥有PL、L、FE、EF以及RF等5个卡扣版本 另一支则是超35的65mmT2.9 等效焦距也是近似100mm 拥有X、E、Z以及RF等4个卡扣版本 这两支电影镜头的镜体由金属的材质制成 镜体坚实做工精细 采用老挖镜头经典的蓝圈设计 我们手中的全画幅100mmT2.9是L卡扣版本 镜体较长为162mm 其他卡扣的长度在130-160mm不等 重量基本上在960g左右 相比之下 超35的65mmT2.9就更小巧了 体积重量大幅下降 对APS-C的用户更加友好 虽然重量依然不能称之为轻巧 但是作为全金属的电影镜头来说 还算比较合理 拍微距的话基本上都是放在脚架滑轨上 这个重量不足为距 对焦环设置在镜头的最前端 转动方便 对焦环转动阻尼杆墙 形成较长 符合微距精细调整焦点的需求 同时提供了米英尺两种标准 对焦环和光圈环都适用标准的0.8mm对焦尺 方便配合各类更交器的使用 100mmT2.9它的最近对焦距离是24.7mm 最近工作距离仅8mm 这支65T2.9的最近对焦距离是17mm 最近工作对焦距离更是只有7mm 这两支镜头都拥有两倍的放大倍率 100mmT2.9以及65mmT2.9的镜头市场角均为24.4度 100mm包含10组12枚镜片结构 而65mm则采用了10组14枚的镜片结构 它们都采用内对焦设计 在对焦过程中不会影响掌机的前后距离 两支镜头的卡口都使用了4枚螺丝固定 保证卡口强度 既然是电影镜头 必然就对镜头的画质以及呼吸效应的抑制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老挖的这一支全画幅100mmT2.9 以及超35的65mmT2.9 它们都具备两倍的微距放大倍率 以及APO复销色差技术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它们究竟表现如何吧 分辨率测试 分辨率一向是微距镜头的强项 而最大光圈T2.9并不算太大 故分辨率的起点还算比较高 T2.9光圈全开时 中心分辨率表现已然不错 对比明显细节清晰 而相比之下 边角的分辨率则表现相对较弱 线条有轻微的软化 细节不足 收缩光圈后 中心画质表现保持优秀的状态 而边角画质收缩到T4时 清晰度有明显提升 直到T5.6 边角的清晰度和对比度有了更好的表现 T8到T11时 镜头的分辨率表现最为优异 直到T22最小光圈时 中心和边角的清晰度 均有轻微可查的降低 虚化测试 当我们将前景全部纳入构图时 由于离前景较远 此时背景光斑形成的虚化效果 并不是特别明显 属于正常现象 仅作为这类构图拍摄的参考 T2.9最大光圈时 虚化感强 中心光斑圆润 边角由于口径时 则有一定程度弯曲 形成一种扩散感 该现象在T5.6时消失 此时背景光斑均较为圆润 在T11时开始明显的出现新芒 近距离虚化测试 最大光圈T2.9时 手办的面部细节清晰 背景弥散源扩散的很大 感觉很梦幻 但边角的光斑变形 会让人有点出息 收到T4 人物面部的锐利程度更有提升 光斑更小但形状更圆 画面整体观感更好一些 直到T5.6时 边角光斑的变形消失 值得称赞的是 从最大光圈开始 胶内的细节就足够清晰锐利 即便测试 作为一支100毫米的定焦镜头 这支镜头不可避免的 还是有一定的整形积变 在视频拍摄时 需要稍加注意 不过这种程度的积变 不会带来太大的影响 按角测试 最大光圈T2.9时 按角明显 一直收缩光圈到T8 按角才告消失 在拍摄时 如果需要画面亮度均匀 需要注意控制光圈使用 紫边测试 这支镜头的紫边测试结果 表现非常优秀 即使是全开T2.9光圈 在高亮物体的周围 也基本看不到任何色散 边缘清晰锐利 眩光测试 手电光直射到镜头内 并在镜头前左右推移 可以看到有一个 和手电运动 反方向移动的圆形光斑 而在手电正前方 射入镜头时 还形成了一个弧形的眩光 有时候这样的眩光 是我们求之不得的 看起来这样的氛围也还不错 不过当你不想给画面增加眩光时 记得避免高亮的光线直射镜头 呼吸效应测试 注意左右两条线 分别标识着最左和最右的物体位置变化 我们认为这支镜头的呼吸效应 抑制表现得还比较好 虽然有可查的呼吸感 但整体控制比较到位 分辨率测试 从最大光圈T2.9开始 全开光圈时 中心分辨率表现就相当出色 对比明显 细节清晰 但相较之下 边角分辨率表现得有些软化 细节稍差 收缩光圈后 中心画质一如既往的优秀 而边角画质有明显提升 直到T5.6 边角的清晰度及对比度 会有不错的表现 在光圈T8到T11时 达到了这支镜头的最佳分辨率 直到T22以后 因为颜色造成画质降低 总结来说 在分辨率测试中 这支镜头提供了出色的表现 完全称得上 电影微距镜头的定位 不过在光圈全开拍摄时 需要考虑边角画质的问题 虚化测试 作为一支T2.9的超35画幅镜头 虚化并不是它的强项 当我们把前景全部纳入构图时 并未形成虚化明显的光斑 只是由于前景较远 属于正常现象 仅作为此类构图的拍摄参考 T2.9光圈全开时 拥有最强的虚化表现 边角由于口径时 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弯曲 有类似玄焦的效果 降低光圈后 玄焦效果减低 至于T5.6时基本消失 在T11时开始出现新芒效果 积变测试 这支镜头在积变测试中 表现非常优秀 整个相场的线条保持的比较好 没有明显可查的积变 暗角测试 从测试画面可以看到 这支镜头暗角表现出色 在最大光圈T2.9时 有轻微的暗角 收缩光圈后 暗角几乎不可察觉 紫边测试 因为使用了APO 负销色差技术 这支镜头在色散方面的表现 非常优秀 从测试图可以看到 各个光圈下 高亮物体边缘都非常干净 不用担心色散带来的干扰 眩光测试 这支镜头在抗眩光表现上 有一点遗憾 全程都在光点周围有一圈光运 在光点直射镜头时 还会出现彩虹色的光运 呼吸效应测试 作为一支微距镜头 因为超长的对焦范围 呼吸效应是难以控制的 不过作为电影微距镜头 老蛙还是尽可能的 将它的呼吸效应 做到了可以接受的范围 不会对画面 造成过于明显的影响 可以说这两支镜头 优秀的画质表现 完全对得起电影镜头的名称 在美食 昆虫 以及产品摄影的领域 它们都能提供 足够出色的画质表现 两倍放大倍率 配合APO 副销色差技术 更是能够提供 极具张力的特殊视角拍摄 好的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 关于老蛙的两支微距电影镜头 全部测评体验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请一定给我们多多的点赞 转发留言 不要忘了关注我们 下期再见 拜拜